截至4月7號 上海市自稱感染者累計超過10萬例 但是從3月份疫情飆升以來 上海並沒有報告相關死亡案例 4月7號 上海市民黃健表示 微博上很多老人家屬發帖 曝光上海東海養老院的醫護人員集體感染隔離 院內許多老人相繼過世 但當局隱瞞實情 另有知情人士在推特爆料 養老院4到6名老人住一個病房 交叉感染後無人照料 陽性遺體數應在30到40例 陰性遺體數暫不明 這可能是迄今為止 上海疫情防控造成的最大規模的自身災害 上海東海養老院擁有1800張床位 住院的老人多有基礎病 甚至是失能失智 癱瘓者 4月6號 有家屬收到院方慰問信 心中首次承認有老人病逝 但是沒有提及人數 院方5號又告知家屬已採購冰棺 遺體暫存在太平間 讓家屬授權委託書將遺體火化 家屬們目前也因為封控無法出門 部分家屬認為授權火化遺體不利於疫情追責 所以拒絕授權 目前多位死者家屬聯繫 武漢疫情受害家屬張海 因為這個疫情封控 這些老年人也沒有什麼人管 它就導致了很多老年人失去了生命 目前在上海當局 就是希望他們快點授權要火化遺體 但是很多家屬都是很抵觸的 又想追責 新唐人記者聯繫一位家屬 他透露正商量維權對策 但拒絕接受採訪 你想想在中國這種情況 哪個律師敢接 換句話說法院根本不會受理 這些家屬就是抱著一個很矛盾的心情 《華爾街日報》7號引述家屬馬女士的話說 醫院從沒告知她父親情況危急 她父親3月31號突然死亡 讓他們感到十分震驚 所以拒絕將父親的屍體火化 根據浦東新區衛健委申請遺體火化的函 4月2號當局已通知上海益善兵儀館分批次協調派車 到浦東新區33公路5020弄8號的東海老年護理醫院接送遺體 但死因只是含糊的血 患者因病於上海市東海老年護理醫院死亡 住院期間核酸檢測異常 當天財新網報導 九病區的一名護工說 她曾凌晨3點將一名死者抬出病區 注意到停尸房還存放著近10具屍體 4月1號 浦東兵儀館稱 已有十幾具東海養老院的遺體 另有遺體放在南匯殯儀館 同一天 《華爾街日報》報導 去過東海老人院醫院的人說 至少看到十幾具老人屍體 一名護工回憶 她晚上看到6輛鄰車停在醫院門口 這麼多老人們突然同時去世 是否與疫情有關 目前醫院沒有確認 黃健說 她了解到的情況是 院內死亡人數在3月底已達3位數 你想想看 養老院的疫情 要是能夠受一千多的老年人 他不可能只有二三十個人 具體數次 這老年人這個養老院多少人了 還有幾個活著我也不知道 老年人本身有基礎的病了 才得到精管應該死亡率很高 其實不再不是老人死 再下去上海老百姓都要死 以後這裡出事 以後哪裡出事 上海有400萬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人 是中國老年人口最多 和老齡化最嚴重的城市之一